各位同学又到了提普乐视时间 这个月提普老师要跟各位同学介绍的是 Sea Otter 海踏 海踏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 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海上 它跟它的relative 亲戚叫做 River Otter 水踏 可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喔 供同学参考 那说到这个Sea Otter 大部分时间它都在水上 那它在睡觉的时候怎么办呢 尤其是妈妈跟孩子在睡觉的时候 那孩子会不会飘走呢 怎么办 这时候啊 它们会牵手 HOLD HAND 而它们是爪子 所以它们是HOLD HOLD 爪子 HOLD PAUSE 万一太小 没有办法去握手怎么办呢 你就会看到图片当中 妈妈呢 就把这个小孩子 放在自己的胸 在这个身体上 那另外呢 如果还是太小 连放在身体上 都可能会掉出去呢 为了避免它们FLOAT APART 睡醒的时候 妈妈找不到孩子 孩子找不到妈妈 这时候怎么办呢 它们啊 就会用CAL CAL 是海岛 海岛呢 去把这个小 这个小 Sea Utter 小海岛呢 去把它WRAP 去把它包裹在一起 以避免它们FLOAT 飘走 FLOAT 飘 飘浮 那你以为这个海岛呢 它只是用CAL 这个CAL 利用海岛而已吗 其实它跟海岛有很大的关系喔 海岛的主食呢 是URCHIN 海岛 海岛 那它吃海岛有什么好处呢 老师用图片跟你解说一下喔 这个Sea Utter 海岛 它是会吃这个URCHIN 海岛的 那海岛呢 它吃了海岛之后呢 这个它可以 那个海岛就不会影响这个 河藻 大型巨型河藻的生长 那这个河藻它会吸收了 这个CAVAN 碳 那这个碳呢 是对地球不好的 所以它就可以帮助呢 避免这个全球暖化 可是一旦你把海岛给捕食了 那海胆就越来越多 海胆越多的时候 荷藻就没有办法生长 荷藻没办法生长的时候呢 它就没有办法去吸收这个二氧化碳 那没有办法去吸收二氧化碳 全球暖化就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 你保护这个Sea Utter 就是等于保护这整个生态系统 最后啊 因为这个海岛它对我们的生态系统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们的population population 它们的树木质人口 这个海岛口树木质呢 已经一直在减少 这个它为什么会减少呢 它们的这个 这个 population is under threat under threat 在威胁当中 为了什么 第一个原因 from ocean plastic pollution ocean plastic pollution 是指海洋的塑胶污染 第二个是因为它们的oil spills oil spills oil spills 像那个油的撒在海面上 第三个是habitate loss habitate loss 因为它们的栖息地减少 而最后一个是the fishing industry 这个补鱼业 所以呢 不要为了毛皮而去伤害这么可爱的Sea Utter 好 最后这个108克刚的素养体 老师要问了哦 我们呢 因为为什么海它的树木质越来越少 第一个补鱼业 第二个因为塑胶污染 第三个因为海藻太多 好 那以上哪一个是错误的呢 答案就在老师的留言里面哦 同学猜猜看 好看 好看 好看